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要和大家玩這個 City Skylines 都是天際線 我們上一集就建了這兩個的 這個小島 其實基本上除了這一塊小島 基本上就全部都建好了 發展好了 還有這些有少少部分的空位 今集要主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 塞車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全紅了 其實那些車主要都是經這裡 進來這個城市 出都是出都是經這裡 都離開這個城市 所以今集我們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建一個交戶柱出來 建一個交戶柱出來 就由這裡 建一條海底隧道 延伸這邊 然後再兩條分岔路 一條分岔路就連回公共 一條分岔路就連回公共 一條分岔路就進入這個城市 我們打算這樣子的概念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去 我們就開始去建這個交戶柱了 好 我交戶柱大概就是這樣 那些車除了在這裏進來之外 也可以在這裏經過這條隧道 再進來 希望有車會用交戶柱 希望有車會用交戶柱 希望有車會用交戶柱的話 我希望有車用交戶柱的話 這個收費站有下條的5C 相信會有多些車會用的 但這個位置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約就是這樣 但這裏為什麼會這麼近呢 不需要太近 這樣呢 因為我很難做到很圓滑的 但沒辦法 看到嗎 這裏 不過似乎這裏的交通 好像沒什麼改善過 我覺得 但是可能要給一段時間 那些車子 知道有一條新旅路才會走 所以就 我們就 慢慢等下吧 那我唯有 不過這裏很順暢的 可以直接在一個位置上來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會有 一個海底隧道 不過這個位置呢 就無論如何都要剩下 因為太過斜了 沒有可能這樣 那一條隧道 就算是要剩下的 都不一樣 嗯 你不需要 就要剩下的 然後 是呢 就要剩下的 水 戰爪這家東西一定要弄 否則他會... 不知道他對這些路口會這樣掉頭 他已經示範了 所以一定要弄一陣 戰爪 有些車會在這個地方掉頭 我想他們會... 就是這樣進入這個市區也不站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 就是建一個的交互處 在這裏再進入這個護船處 相信他們也要這樣做 所以現在都要開始動工了 這一個... 有什麼分別 看來有Buzz9 看不透我 這個呢? 嘩...什麼鬼啊 看來有 不如有D-Mob就... 不知道為什麼... 失靈 剛才大家都有眼睛看到了 所以那些我都有 不搞他那麼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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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 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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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在這裏 這裏都有穿在這裏 穿在這裏 這個大塊的 起法也是一樣的 然後把木板放進去 然後把木板放進去 好了,就是這樣建立了 這邊的交換柱 我們在這裡要整班一個 我們去班一個 比你車好爛 好 那整個交會處已經 已經建完了 不過我覺得 可以改一改 有些位置 不過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 可以改一改 很漂亮 有些位置都有點慘 尤其是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一定是 不過沒有辦法 那就先建好 在鏡頭裡面 就建好這一塊 下一集 再跟大家回報這一塊 會變成怎樣 那 今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個讚 還沒訂閱就記得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各位 就這樣 拜拜